凯特王妃重病缠身 英国王室警告八卦小报 停止爆料和抹黑 英国王室正在经历大变动 到底最终会死相何方 谁的心里都没有答案 当务之急是让凯特度过健康危机 否则局势会进一步恶化 对君主制统治造成负面影响 由于王室并没有公布凯特的病因 所以网络上的八卦版本曾出不穷 社交媒体上彻底炸了锅 充斥着很多阴谋论 以及一些一言假的消息 维尔氏王妃已经离开公众事业两个多月 作为核心王室成员 关注度和热度自然很高 威廉由于私人原因 缺席了教父康斯坦丁二世的追悼会 被外界解读为跟凯特的病情一关 肯辛顿宫的一份声明写道 凯特也在关注着网上的消息 目前正在养病 本尊希望保护隐私 不要被外界过度关注和解读 创造一个安静的养病环境 王室这次直接出手了 删掉了很多离谱的帖子 并且警告八卦小编不要胡编乱草 但是这份病情声明也很蹊跷 并没有公布凯特王妃的进证 到底还是缺乏一些说服力 网络上充斥着很多离谱的说法 比如凯特处于昏迷状态 正在被克隆 做了巴西提臀手术 或者他捡了一个糟糕的发型 这些都只是猜测和调侃 跟实际情况并不一样 王室这次出手 还是报喜不报忧的态度 一直坚称凯特王妃的情况很不错 希望大众不要太担心 此外还删掉了很多帖子 不允许八卦小编以讹传火 目的就是维护英国王室的颜面 一位王室助手直接提出了批评 认为网上的言论太过火 并且毫无依据 凯特王妃本人要求保护隐私 王室才没有透露更多 但是现在却成了八卦小编的狂欢 肯心顿弓的发言人表示 不会回应这些无聊的传闻 等到康复之旅有重大进展的时候再报道 不少细心的网友发现 自从王室出手之后 网络上的八卦贴变少了 一切都以官方的病情通报为主 我们无从得知凯特王妃的真实情况 因此只能从威廉的言谈举止中 寻找出一些蛛丝马迹 维尔士亲王来到酒吧 与好莱坞明星罗伯麦克爱亨利举杯共演 现在的威廉变得轻松愉悦起来 脸上的笑容也增加了很多 不少网友都认为 凯特应该已经成功度过了危险期 威廉选者的心也放了下来 后续就是静养和护理 每次王室报告凯特病情的时候 都说一切都好 但是就是不发不进照 刚开始粉丝还抱有期待 希望可以给凯特一些时间和空间 现在则开始给王室施压 要求照顾好英国未来的王后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 王室不透露凯特的真实情况 这其中就是有猫腻 皇家别墅外围 有大量的记者和民众 但是就是没有拍到一张凯特的照片 英国王室直接出手 闪掉八卦小报的内容 目的就是维护皇家严命 有了戴安娜王妃的前车之鉴 王室处理凯特的病情 更加小心谨慎 即使外界已经闹翻天 还是只字不提手口无凭的状态